是什么?把一个脑瘫硬生生给逼成了诗人,赚上百万抛妇亲子。 眼前这位腿脚不太临辩,语言也有障碍的女人,她叫于秀华,是一位脑瘫患者。 你可不要小看这个女人,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,诗人。 不错,就是眼前这个手腹筋之力,腿脚不太临辩,语言也有障碍的女人,凭借自己的诗文赚了上百万。 实现财富自由的第一时间,她选择了和丈夫离婚,并一度被骂上热搜。 一时间,所有的辱骂,不堪入目的词汇,纷纷向她涌来,让她差点崩溃。 那是什么原因致使她这么做呢?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,1976年,于秀华出生了,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还不是很完善, 加上难产,出生时脑部缺氧,也就注定了于秀华的悲剧,成为了一个脑瘫患者。 邻居们都劝她母亲,一个脑瘫婴儿,注定活不长久,不如把她扔了,再生一个。 这可不是一个笑话,在那个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年代,成年人唯一的爱好就是生孩子晚, 所以导致了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兄弟姐妹都比较多,加上重男轻女思想, 真的有可能把孩子扔掉,再生一个。 还好,别人的劝说并没有打动母亲的心,俗话说得好啊,母子连心,做母亲的,怎么舍得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扔掉呢? 于是,小于秀华就这样活了下来,可是命运多喘,上天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呢? 从懂事起,小小的于秀华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,走在村里,时常忍受着别人异养的目光,同龄人也不愿意和她一块儿玩。 于秀华心里一直都是孤独的,好在家里人也并没有亏待她,即使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,父母也是尽心尽力,供应着她上学。 可能在父母心里,也是在给自己这个注定了以后,生活不会太好的女儿一个补偿吧,都说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 于秀华19岁那年,村里的女孩们都在婚论嫁,女孩家的门槛都会让媒婆给踏断了,而自己家里却无人问津,不免让于秀华的父母暗暗着急。 眼看着自己姑娘无法嫁人,家里人也为于秀华未来着急,无奈之下,就随便找了一个四川的流浪汉结婚了。 毕竟结了婚,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有个依靠嘛,父母是这么想的。 然而没想到的是,结了婚却是另一种噩梦的开始。 丈夫影视频从来没有给过于秀华尊重,经常嘲笑自己的妻子,并且嗜酒如命,喝醉了就哭,闹脾气,各种埋怨。 从小就没有朋友的于秀华,也只是在书里见识过爱情,哪里受得了丈夫对自己这样的喝骂,埋怨。 更过分的是,丈夫同村里人聊天,还会指着于秀华说,看,歪嘴来了,嘲笑她摔倒的样子,骂她又笨又丑,根本没把她当作亲子。 这样的生活自己无法改变,导致于秀华越来越自卑,一度患上了抑郁症。 就这样过了几年,丈夫影视频干脆出门打工去了,把于秀华孤儿寡母地撇在了家里,也不给寄生活费,多亏了于秀华的父亲,才幸免于饿死。 就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状况下,她偶然看见了一篇诗文,并沉迷其中,无法自拔。 她从诗文当中感受到了力量,慢慢地,于秀华自己也写起来诗了,没有活路的时候,她就回去跳舞,去看跳舞的女人们,看那些屁股扭来扭去。 这是她写给自己丈夫的诗,现实生活中,她没有能力,她只能用诗文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丈夫的嘲讽。 慢慢地,诗写得越来越多,在她的诗里,有人间最美好的事物,有蓝天,白云,花朵,爱情。 那是她内心的渴望,也有生命最残酷的真相,衰老,渺小,残缺,无助。 这是她现实的无助。 2015年,于秀华一首《传国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在网上刷屏,一度登上了热搜,这让全国各地的人慢慢地都知道了这个脑瘫诗人。 而这,也是于秀华人生的转折,是她新生的开始。 有了名气之后,于秀华又陆续出了几本诗集,一时间风头无两,名誉,金钱,唾手可得。 而当她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以15万为代价,给了自己丈夫影视频,换来了一本离婚证。 这一举动,让不了解情况的人愤怒了,抛夫妻子,用患难不可同富贵,各种各样的词汇分支她来。 面对突如其来的谩骂,于秀华不屑回对,我有钱了,就该养活她吗? 后来让知道真相的人们愧疚不已。 她已过不惑之年,重获自由,仍然不改对生活的热爱,对命运的反抗。 以往的苦难成为了她,走向人生巅峰及基石,这就是于秀华。 影片已结束,谢谢大家观看,你从于秀华身上学到了什么呢?